持续但您看到是中国高举共同富裕的大旗 也让很多中国的资产阶级 生怕成为下一个对象 因此现在有不少的富豪跨海购地 而且把目光就锁定在日本 随远眺灌雪富士山 配上炉之湖的绝美景色 日本人气观光景点相跟 亭业的旅馆转眼间 就被中资地产商砸十亿日币收购 地广人稀的北海道 更早已被中资大举圈地爆买 从度假村买到机场周边 不但被日本当成谷安问题 连日本人也担心 北海道可能变成中国北海省 而且这个情况恐怕还会随着习近平推动 共同富裕政策进一步恶化 原来中国富裕阶层 身旁自己财产被共赴 被逼着做慈善 想尽办法想把钱往外头送 加上日本房产价格受疫情冲击 六年来首次下滑 一来一往都成为中国买家 前进日本制产的诱因 此外日本房产并会禁止外国人投资 而且就算没有居留证签证 甚至没来过日本 只要有钱一切好办 自然吸引一票中国富豪远端看房买房 避获顺便分散风险 甚至还有中国媒体强调 目前才只是刚开始而已 眼看中国买家收购土地越买越用力 日本国会也有所警觉 已经通过重要土地利用规范法案 被政府认定牵涉国安的土地 外资想购买还得另外送审 希望能借此抑制中国 用银弹清门踏户的野心 三连新闻 维言之报道